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历史采风与踏场的老师 我叫做魏正月 今天跟各位谈郑成功 为什么要反亲赴明 郑成功的生根石 与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年代 同起同落 历史上的巧合 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惊奇 你看看这个图片 是郑成功的出生地 就在日本 1644年 明崇真17年 李志成功献北京 明朝灭亡 当时的郑成功才20岁 他在南京泰雪读书 受教育江南民事前千亿 接受了中国 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 左边这一张图 是郑成功他的亲笔的字集 右边就是 南京国子间的 一本读书的 当时的情况 明朝灭亡了 南民起来了 南民有福王 有唐王 有鲁王 有贵王 这叫做南民的四王 黄道洲 郑之龙 郑宏贵 勇力 龙武皇帝 但是郑之龙的个性 比较不好 他常常心存二心 当时的龙武皇帝 看到郑之龙 很怕 就好像看到一只老虎一样 连郑之龙 他有什么意见 当时的龙武皇帝 都很怕 很不敢违拟 他怕郑之龙 用军事的力量 暗地把他杀掉 所以皇帝 自己没有勇力军前 也是很可怜的皇帝 因为郑之龙要控制龙武皇帝 所以就派了他的儿子郑成功 去监视龙武皇帝 没有想到 反而促使 龙武皇帝跟郑成功 他们君臣之间的深厚感情 也使郑成功 他的心 要决心对龙武皇帝尽忠尽心 郑成功 他的风采演绎 意义要人 龙武皇帝 他即位的时候 郑成功二十一岁 有一天 郑成功入朝 皇帝观其表 胜为惊奇 因此对他特别宠义 曾扶着他的背说 习无一女配亲 亲当尽忠无家 乌相忘也 于是龙武皇帝 给予郑成功 四姓朱改名成功 第二年 并封郑成功为 玉淫忠君都督 同时赐给上方宝剑 移童父马 又封他为宗孝伯 此后 人们称郑成功为 国姓爷 应该要讲国姓亚 河南文 他的文书里面 也称为国姓亚 可是英文 很多人念成 国姓家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国姓家 应该念成国姓家 国姓亚 有一天 郑成功 他看到龙武皇帝 愁作 愁年苦脸 而且 悲愤天因 郑成功 跪着说 陛下郁郁不乐 德无以臣父 有义之也 臣受国厚恩 义无反顾 臣已死 汉必下矣 郑成功 知道他的爸爸 有二心 但是 作为人之臣子 郑成功决定 捍卫 陛下 1646年 郑志龙相亲 然后到了北京 郑成功 带着他的如金如虎 到了孔子庙去 哭魂之 两天说 以前我是如子 精为孤成 背向去留 各有所用 谨谢如佛 为先师招建之 立刻 以忠孝国 招讨大将军的 最成 租成功的名义 四师海上掠营 从今天开始 起义抗清 各位看到这张相片 是郑成功 魂清一处 右边这个相片 郑成功的魂清一处 比较近照 好 那 郑成功 他 说 头可断 血可流 而此心心之法 必不可剃 决心 反抗心 从 过去的中国 从来没有 剃过头发 而清朝来 来到中国 立刻要全部 不能有个替罚 臣民都不能接受 所以 郑成功决定 护卫民族的自尊心 那之后 隆武皇帝 依难了 贵王 永利皇帝 在广东 造庆即位 那 郑成功 立刻 修表奉承 那 在造庆的隆武皇帝 也派遣 光禄寺 陈世金 封郑成功为 威远后 1649年 进封郑成功为 张国公 后又称为 封他为 严平王 徐郑成功 严平王 便宜行事 所以 郑成功 蒙隆皇帝 蒙永利皇帝 的 知遇之恩 所以 他决心 要报效 明朝 举意抗卿 来 恢复民事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